教練不認為我是有 就是一個好瞄子 這個身高不算天賦吧 個兒矮算乒乓球的天賦 就是因為個兒矮嘛 包括這個在我之前在我之後 都沒有我這麼矮的人拿世界冠軍的 所以確實從選才要求上來講 不符合選才的要求 你比這回這個伊藤美成是高 你比他還低一點點 他高他高 但是你看道仁亞平手裡 就說我矮啊每一下都是扣球 每一個球都是機會 扣球全是高的 那還是有天賦 你說任何人經過刻苦的努力 都成為世界冠軍 這是不可能的 你沒有天賦 天賦我原來認為佔百分之六十 我現在甚至認為佔百分之八十 這百分之八是上天給你的 你沒有你憑藉你努力你是沒有這個 行業余教練說完了 專業再說說 就是對我現在 一定要說真話 你不能去瞎鼓勵人家 我現在說有一種天賦是身體上 身高上這些東西的天賦 對 可是我覺得像你們比賽到高精尖那個程度 有沒有一種心理上的天賦 一定有 就是毫離之間的這個差距的時候 對 我就覺得那你像咱們肯定就慫了 你都到不了那份就慫了 離那份遠著呢 真的 心理素質嘛 我們簡稱叫心理素質 小的時候其實這個競技體選材啊 他難就難在心理素質上的這個選上 因為從小的時候剛才馬爺說了 其實他是從客觀來看一個孩子 因為小的時候選材 你就是看你胳膊腿長短 怎麼樣父母 你要像體操運動員要選的話 還要看看爸爸媽媽身高 太高了他也不行 那打籃球打排球也得看看爸爸媽媽 你到底能長多高 他這個客觀條件 確實他一開始選的時候他只能選客觀 但誰也看不到你的內心 誰也看不到你的這個意志品質 是吧 所以這個是最難的 你只能選他的這個外在的身體的條件 但是你覺得他練得還挺好 練到一定程度以後他一打比賽 就說了有的運動員就愛緊張 運動員他就有的運動員呢 人來風 場子越大他越來勁 有的運動員 你屬於後 對我屬於這種 人來風 對我屬於 人越多我越興奮 我不怕 我不怕這個這個這個去比賽 我喜歡比賽 但是很多女孩子是怕比賽 所以這也是不一樣 還好這次沒去 這次沒人看 沒人看 反而我可能沒那麼興奮 是這樣子的 有這種素質 所以這個呢 就是從小時候很難看得到 就是基層的 就是我們的啟蒙教練 是很難看到孩子這樣的一個天性的東西 這是天性 我們講這是天分 就是這個孩子本身 他心理素質就是好 他就是擅長於說打硬仗 他就敢上 他敢往上頂 他可能球本來不咋地 但是你說 有時候大家難受的時候吧 說我上 他就有這勁 他有這個 有這樣的運動員 不是靠培養出來的 有的這個不是培養出來的 他不能弩 他不能弩 他不能弩著去 他心裡不是那麼想 他非說我抓就抓不出來 我注意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 在內地看體育比賽 那個評論員 特別多地強調心理素質的問題 對啊 但是呢在你聽英文的解說 和聽廣東話的解說 很少講這個 我們很熟悉這樣的話 到這個時候 已經是比心理素質了 對不對 技術 什麼這些都不重要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放平心態 對對對 這些像心理輔導一樣 而且他會指導他對不對 運動員最好把前面的分數忘掉 從現在開始什麼什麼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是不是我們比較看重這一點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至於頂尖運動員的話 包括教練 包括運動員 其實我們打到最後的 就是看心態 就是看你的心理素質 就是大家就是這個 真的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包括這個對手 是這一個階段 比如說我們一代人 這一代人是天天打的了 像現在的像孫益莎 跟伊藤美成兩個人 就這一次的吧 對對對 這一次的他倆 後邊十年都得他倆打 哎呦 那錢也打了 我一看這都是娃娃臉 就是00後 00後 真的是 那就像我們那個時代 像我跟喬洪我們兩個人 那就是打了差不多八年十年 就是我們倆 世界排名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的對手 朝鮮的呀 韓國的呀 包括還有其他的一些對手 那這一代人 小三次力 這一代人就是 他我們叫一代人 就是一批 這一批的話 那他永遠在那兒 就像羽毛球的林丹跟李宗伟 那道理也是一樣 他倆得打好長時間了 兩個人實力接近 對 就看心理素質 是的 有的人就是說呢 你比如說說這次孫穎莎 說孫穎莎實際上實力就是比一騰美城強 你們說的這個實力又是根據什麼標準說他比他實力強 實力講的是技術 是什麼 那你能說一騰美城技術在哪方面就差過孫穎莎 是的 是的 比如說哪方面 比如說 我那因為這個奧運會做了一些覆盤 對 然後當然大家很愛看了 然後好多人也給我留言 說你這個覆盤是不是太細了 這個細了以後呢 他很細緻的講 每一句的分析 然後呢那個日本人學會了 這樣子是不是就 把招偷過去了 對 出賣國家機密 對 剛才回答您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 總體來講吧 這個 我說的是假的 是為了騙日本人 給我們說點假的 所以你剛剛說完我要聽這個 像這個整體來講呢 伊藤的球呢 他的變化和他的這個發球的 尤其他的發球變化會比較多 大家可能看他的動作也是 很誇張 對對對 比較變得多的變化 這包括這個 跟我們發球不太一樣啊 這個 這比較誇張 就像您說的 動作比較大 然後呢他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這是他的特點 搶的比較狠 就是打的也比較狠 總體的打法呢 跟我很相似 總體打法跟我很相似 總體打法跟我很相似 我是不好意思說 我就這麼說 有點屈尊你了 哎 我說覺得他這個 但是他有種那個盡頭 是的 他呢總體的實力不夠厚 哦 就是他是靠變化和這個 快速或者凶狠 就那麼前一兩下 兩三下的搏殺 對他 然後再加上他那個那個 比較凶狠吧 那個樣子 可能感覺上來以後呢 我們打幾個球以後呢 被他那個氣勢可能 被他罩住了以後 感覺你很難受 但實質上來講呢 如果打到後邊一點 打開了就不 稍微得打後邊一點 前兩下一兩下扛住他 然後呢適應他的速度 適應他的這種搏殺 然後打成實力球呢 是我們一定上風 因為我們整體的 現在的打法 是弧拳加快攻 這樣的一個打法 我們又有旋轉 又有速度 我們還有力量 所以說呢我們打到後邊 是我們佔優 所以整體的後勢程度 我們講實力 這是實力 這真正的實力 是在後邊 那是我們要比他強 啊 但是呢就是 所以說這一次的比賽呢 就是孫影沙好在哪呢 就是你強的時候我也強 你博的時候我也要博 就是強強對抗的時候 我一點不示弱 就是不能讓他只摁著你打 有一局 有一局他佔先的 好像第二局吧 9比3 9比3 然後給他扳回來了 扳回來了以後呢 他氣勢上就弱了 對 這個很重要 這一局 其實啊 那個時候挺危險的 因為中國老百姓啊 高度關注 是的 對不對 這一場要是輸了的話 後來成夢 壓力就更大了 整個這個事情 對 當然國際拼鞋肯定很開心 對不對 對促進乒乓球全世界發展 是有好處的 一層貢獻非常大 當然 可以說 然後做了很多那個敦煌的飛天的那個動作 真的有很多 國際拼鞋這麼多年來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敗中國 就是要讓乒乓球成為一個能夠競爭的比賽 在他們看來 這個比賽已經沒法競爭了 中國隊出去又是跟海外兵團打 對不對 海外兵團又把全世界先掃掉了 留下來的精英跟中國打 所以出了一個 這個我 一層 一層美層 一層美層 客觀來說 對乒乓球運動的發展 對 是有貢獻的 沒錯 但是老百姓的那個那份情緒啊 點擊率之高 你看他跟那個後來單打的那個半決賽吧 對 收看的人之多 還有真是貢獻很大 我問你 比如說當年那個著名的 你輸給那個何之利 小山之利 你當時用了幾天會度過那個 比較頹的這個 你沒問幾個月 這個情緒 你用了多長時間消化了這個情緒 當然運動員我們不願意找客觀 但是呢 確確實實那個時候呢 他沒有讓我們太重視 你沒準備打他 我們覺得他在這個之前的戰績並不好 他不是我們的主要對手 他沒有這樣的實力 那這個呢 在我們對他的準備上來講 是不太充分的 我想這是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 那天的比賽的賽制也有點意思 就是 八禁四 四禁二 決賽 是在一天裡頭打 一天打 連著打 連著打 那麼八禁四這場球 他是對中國台北的陳靜 咱們原來都是一個隊的嘛 他在隊內的時候呢 小山贏陳靜就很難 也是數一數的多 結果呢 那天呢 他打的真的非常好 三比二把陳靜拿下 這一下 信心大震 信心大震 緊接著跟喬洪打 因為我跟何志利呢 就是沒怎麼打過 我們是兩代運動員 他是我們的前輩 可以這樣說 我們沒有在一個隊裡頭訓練過 因為他是年長 所以說呢 這個他跟喬洪打的時候 我是在他旁邊看 他倆的打法很相似 就是都是兩面反交 屬於呢 打相吃球 他倆那場球打的也非常的精彩 一個球打幾十個回合 幾十個回合 因為他倆都屬於相吃型的 沒有前三板基本上 都是靠實力來贏球 那看誰扛得多 你打十板我打十一板 十一板我打十二板 他是這樣的 所以他 但業餘的就叫比較肉 又寫到一個詞 最後呢 何志利贏了 小山志利贏了 我在那看 我一直看 本來覺得沒你啥事了 我覺得一開始什麼呢 我一直覺得呢 因為喬洪跟我打法不一樣 喬洪是靠後邊的實力贏球 相吃能力很強 我是靠前三板英雄 這個 我那個時候的進攻啊 我很自信啊 我的這個下板 連續進攻 女孩子很難超過三板 扛得住的 幫幫幫 三下打死 肯定的 你要超過三板 可能你贏 就這個意思 我一下手 連續進攻 沒幾個能扛得住 我的速度又快 力量又大 三板斧 程耀金 三板斧 對 有點這個盡頭啊 但是我後邊 也還是有點球的 但是相對來講 還是這樣 殺傷力很大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自信 我覺得他的打法 跟我不是一回事 雖然喬洪輸他了 我的這個進攻 沒幾個人能扛得住的 包括那個時候的男幫女 就是我們有陪練嘛 是吧 那陪練扛起來都很困 男的都扛不住 都很難扛的 所以我就覺得 沒事 反正他輸了 我們就打決賽吧 打那天啊 我是覺得呢 是小山之力 如如如 如如 如如 小山之力浮漏了 是吧 流起來了 我跟 那天我真打不死他 絕了 那天的球非常的邪静 我的進攻 居然打不死他 而且全台全給我防回來 防回來以後 煩的煩的我到處跑 到處去打 打的我最後 我自己打丟 著急開始 因為一打不死 你就開始起急了嘛 越起急 越壞 一起急 我們叫起急 心裡啪一起急 你出手的時候啊 就是該不該那麼重了 你就重了 可能點要再晚一點 你要打得快 你知道一起急以後出手 極為細微的表 對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在講 哎呀看他起急了 不能起急 就是一點都不能 就是完全要控制自己 完全冷靜 對 你該怎麼點打 該什麼力量 他就得就是要處理球合理 要非常的合理 你稍微一起急 他處理球不合理 你就容易失誤 就叫無畏失誤 這以無畏失誤多了以後 這球就沒法打了 所以那天打 也是大起大落 這個大比分 我印象當第三局 大比分落後 反正就沒有這樣的過 然後我又追回去 第二局 又倒過來我領先 又打到二十比 十七十八領先 居然拿不下來 然後最後輸掉了 哎呦 這一下直接就打崩了 第四局就不行了 扛不住了 就兵敗如山倒 對對對 您接著講 第四局 然後再加上這種大比分 我追回來了 我沒拿下來 這個是很懊惱的一件事情 對我來講 我基本上沒有說打到關鍵球 拿不下來的 那打到關鍵球 我追回來了 我又沒拿下來 哇這一下很難受了 打到第四局 就完全就是被一邊倒壓住了 就這個氣勢啊 就被壓住了 就是他 你知道這個氣 他起來了 我就不知道 我是再怎麼打才行了 就是這個很猶豫了 出起 出手的時候 結果呢 打到第四局 就沒什麼好打的 就直接就 就一邊倒吧 我認為基本上 就輸掉了 當時這場球 對於我來講呢 我覺得啊 我是盡力了 因為比賽的時候 我們誰也不想輸 那肯定 對吧 誰都想贏 但我是輸了呢 我也用 這真的是 這是用盡我所有的這個方法了 和這個這個 後半腹都用出來了 對 真的沒什麼招了 最後輸了 就是說當時 國內議論那麼大 你這個晚上睡得著覺嗎 對 就是因為 這個 我一開始覺得 還是蠻坦然的 其實我覺得輸了嘛 輸一場球嘛 誰不輸呢 問題是 那問題是你輸給小三次 是嘛 那這是另外一件事了嘛 所以呢 一開始就覺得 不就是輸一場球嘛 反正是我覺得我盡力了 但是後來發現不是這麼回事 有壓力了 這好像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並不影響到你的輸贏 這是事後才想到的這個 對對 比賽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 這並不知道 比賽的時候是完全是專注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我一定會接近自己的權力 對 去拿好這個比賽 但最後實在是人家技高一筹 那咱們乾拜下風回來再練 這是運動員肯定是這樣的心態 但是慢慢回來以後 到了村裡頭了 後來知道國內的這個這個情況 那才知道 這場球輸成是這個樣子的 對 我就關心的是 我關心的是那個時候 你這個精神壓力是怎麼度過的呢 我覺得 我覺得一個運動員來講 其實我們會非常平的 平和的心態看比賽 我沒有發揮我自己的水平 輸了 那我確實是要找很多自己的問題 但是這個比賽 確確不是說 我沒有發揮我的水平 我沒有盡力 而是我該做的都做了 我該使勁也都使勁了 那天他確實發揮的比我好 那我是覺得呢 我認為我是可以坦然的面對的 哎呦 這傢伙 優秀運動員 就是所有的檢查 還是保持在專業的這個 對對對 你說的對 雖然提運動必定有很多附加意義 是的 但是他們始終在這裡邊 對 我們一定要保持這樣的心態 就比如說 就像你就把球打在台子上 你比如說這次他們就講這個全紅禪 這破紀錄跳幾個滿分啊 這也是啊 就是你要完成這個動作 他怎麼能夠這個心態跟你有一拼呢 都能保持這麼平靜 不不不 我也是 他們說的是什麼呢 就說這採訪這小姑娘 這小姑娘就說 教練說了 這就是跟我們在訓練館裡一樣 對對對 所以有人說 我覺得不一定說的對 有人說呢 說他可能這個年齡太小 他也意識不到緊張 會嗎 我們先說優勢 第一是年齡小 在此時是優勢 他不是劣勢 他歲數一大 你說心思簡單 他從心思到壓力 他要18歲 他一定不是這樣 第二他沒有包袱 還有一個是我看他一些採訪 他的整個訓練和他生活環境非常封閉 他比如說我沒去過 什麼迪斯尼 我哪個沒去過 他都比較簡單 對對 如果這些複雜的因素全部加上去 那就很可怕 你知道嗎 所以他必須得有優秀的教練員 和心理醫生幫他輔導他的未來 這次你肯定是很光榮的 你還有未來呢 四年以後又一次 你是不是同意馬也得分析 我覺得就是 也可能確實是這個 我們這個全紅蟬這個小隊員 確實是心理素質超長 也可能 也有這樣的天才 但是呢 同時呢 他也有他剛才馬來說的就是 無知者無畏 也有這樣的一種優勢 而且他這個優勢 這一次會是比較明顯在哪呢 他沒有干擾 因為這就像是比賽 就像你看是比賽 沒錯奧運會 但實際上沒有觀眾 他就是像平常在跳水隊 一樣 對在跳手館訓練一樣 因為如果你要帶上觀眾 帶上其他的一些雜音 帶上其他的干擾 他能不能這樣跳 如果能太棒了 希望他能今後希望他能 因為永遠不可能就是都是空掌比賽 不可能是這種狀況 對吧 還有前面來七八個記者採訪一段 肯定干擾啊 還有他接下來就是青春期身體的變化 這是技術 這是技術問題 就是如果是講心態的話 我覺得這個隊員 確實是心理素質非常好 因為即使說到這樣的一個大賽當中 即使可能沒有觀眾 但是他還是會緊張的 但是他在緊張的這種 他能控制自己 這是最厲害的 因為我們任何人其實都會緊張的 就像我們比賽的時候 為什麼剛才我一定要強調說 我們教練到最後提醒我們的時候 關鍵球的時候 你不用想那麼多 是吧 把球打到台子上 這話太樸實了 我跟你講這個把球打到台子上 那個時間節點是極難的 這個話 是極難的 而不是平常 你說我們練了十幾年 專業天天練 打不到台子上 怎麼可能 你說是不是 就是連那個公園大也都能打到台子上 這個話 有這個禪宗的水平 對 就在某些時機上 跟你說這麼一句話 把球打在台子上 當時說者和這個聽者 他處在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下 你說這個話 他不一樣 對 所以就包括剛才你講的無知者無畏 某一聽好像不是個好話 其實這也是禪宗裡的話 對 就是說你在某種情況下 某種無知 作妄 你什麼都不知道了的時候 也許就有福了 這個東西太太 所以所以競技體育啊 有時候呢 就那一點 太悬了這個 我經常有時候說 我們那些優秀的運動員 需要捅 捅破這層窗戶指 這層窗戶指 才是達到一定的境界 如果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老是到這卡住了 老是到這卡住了 這些運動員挺多的 到的時候他扛不住了 他輸了 扛不住輸了 哎 就是如果你能夠 捅破這層窗戶指 你又到另外一個境界的時候 你能夠駕馭你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 駕馭什麼 駕馭你緊張的情緒 在你緊張的情緒 都不行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一緊張 心就會快 就是跳 就是心跳會快 不要說運動員跳 我們觀眾也跳 對 不敢看 這個心跳快的時候 馬上心就會反映到我們的手 我們的手就會抖 就會抖 那麼手抖 對於我們處理球來講 是就一點點 對 因為關鍵球 你要老打人正 這個中箭 你不是等人打你嗎 我們只能是打的 你的角度越開 是吧 角度越刁鑽 其實就是要求你的精準性 你離那個網子 那麼老高 那過去能有質量嗎 插著網過才有質量啊 是不是 它的精準性 但是當你緊張的時候 手是抖的時候 你告訴你的精準性在哪 低一點下網 要不就插網出界 要不就出界 是不是幾個東西嗎 所以我們要求是什麼 在你緊張的時候 你抖也得把球給我抖 把球給我抖到台子上去 哈哈 哆嗦也得過去 對了 你抖你得給我抖到台子上 你抖你得給我走到邊上去 你抖得給我抖到台子上 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考驗你的控制力 你能不能控制你緊張的情緒 又回過頭來講 所以這個時候說 把球打到台子上 可不是隨便回一個讓人猜你 那這樣叫啥呀 這叫 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事實上來講 是在我們平常 對自己訓練要極其的嚴苛 極其的苛刻 然後你才能說 我在這麼高壓的情況下 我仍然出手是正常的出手 哪怕我抖 我知道我這球能打到台子上 得是這種能力 你的技術一定在水平之上 對的 技術沒有你下面話都是瞎說 對 然後還能控制 這個人呢 要不說就最怕這個失控 對 而且所以我覺得這種啊 太巔峰的時候啊 這個壓力大到啊 你甚至不能不相信命啊 哎 對吧 你這個東西 那個時候不能想 不是啊 你說他有一個小動作 你愛做一個按台子 對 按三下 這是什麼 太細了這活 這是什麼神咒 這是什麼神咒 這其實呢就是我們打球拿拍子嘛 有出手汗嘛 出手汗嘛 這一次呢 因為不讓擦擦台子了 這一次嘛 你規定嘛 因為疫情嘛 不讓吹球 不可以擦台子 可以舔 不可以擦台子 其實那個時候呢 主要呢其實就是 就是把這個手擦乾一點 然後同時呢 那個時候其實主要的還是 平復自己的情緒 平復自己的情緒 有一個動作把自己緩下來 對對對 然後包括對手 你可能要再觀察一下他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一定要觀察他 有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色 我們就知道他是什麼狀態 比如說 你們會看對方的 那你打球啥也不看 你悶著頭打 怎麼贏 蛤顏觀色呀 對 你看 這個你比如說 我考考的老師 這個臉仗紅了 這個這個時候 這個隊員都臉得很紅了 您覺得他是這個什麼狀態 害羞 哈哈哈 極了 極了 極了呗 極了 我們呢看這個的時候 基本上呢 會是什麼呢 他的體能消耗的比較大了 血壓高了 體能消耗的比較大 他會反應 他會臉紅 因為他要說暴躁 他會從別的情緒 這種其他的動作會 會顯示出來 他暴躁 就是開始起極了 我們家開始起極 包括他出手我也知道 開始起極了 這個都可以感受到 這個倒不知道 你那麼細的觀察 必須是這樣 當然 然後包括這個臉打著打著 發白了 您知道他會是 發白是怎麼回事 嚇死心臟出問題了 恐懼 他是裝支架的 發白了以後 有些運動員打著打 他臉越打越白 我們說他臉都打白了 緊張了 緊張 真緊張 你一看他真緊張 你就知道你該怎麼去處理 有的時候你一看他臉都不會動了 你有沒有觀察 僵了 僵了 就是這個臉都動都不會動了 就是目了 這也是緊張的一種表情 但是那最不好的就是他很興奮 在那裡玩玩爛叫 那個就說明他狀態好 你要看他是虛張聲勢啊 還是這個你也要看 都有可能 這裡邊太多表情了 對 有的時候他就為了壯膽 你知道就 其實你看沒什麼東西是吧 你也不用怕了 要是真來勁是吧 這個你要小心點 所以隨時要觀察 就是剛才包括像那臉白了 他或者臉不會動了 他臉都不會動了 你就知道他緊張的已經一塌糊塗了 怎麼又黃了 再塗一層了 真是 你這個時候 我們在處理球上 激戰術上面 我們就可以改一改 這個時候不用著急了 啊 他已經緊張成這樣了 你還急什麼 你讓他失誤就好了 你這個時候的激戰術可以打得穩一點 欸 有的人性格啊 有的隊員啊 很容易發火上火 很容易上火 就我們說現在有個詞叫上頭 上頭 有的年輕運動員 特別容易上頭啊 你就故意讓他上頭 讓他快一點上頭 怎麼能讓他快點上頭呢 那有時候就是擊他嘛 擊他 但有的時候你看 比如說 你們發現沒有伊藤打球 有的時候他亂甩 你發現沒有 亂甩 就是不是正常的打 他就 那我們看不出來 對 亂不亂 亂不亂 我們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伊藤他可以打順風球 他得站 就是他在領先的時候 他打得好 他落後的就麻煩 是吧 不 不 他落後的時候 反而容易打出一些 特別精彩的球 就是特別高級的球 然後就覺得這球怎麼能這樣打過來 他有時候還真能打過來 而且真能打上 這個時候我們就起棋了 起棋了 怎麼這樣 你知道這不正常 你知道嗎 評論員的說法就不講理 對 是這樣子 那像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如果說你容易上頭的 你也可能 上當了 上當了 不能上當 我們恰恰可以給他玩佛系 對 你越這樣是吧 我還是按照我正常的 按部就班的跟你打 我也不起急 我也不著急 我就正常 你再給我搏 你看看你搏一會兒 都給我搏上 也沒有這樣 但有的時候 你就上他的套 那 看見他亂打 你也來亂打 好嘞 你亂打 你打不上台 人家亂打可能真能打到台 你不就輸回去了嗎 這個伊藤美城有這個特點 但不是每個冠軍能像你這麼總結的 我的天 我發現你在這方面可能是 除了體育比賽以外 對 另有特長吧 對 對 我今天真是上了一課 我覺得太精彩了 而且我覺得 我今天得到最深的體會是 要跟鄧雅萍做朋友 千萬不要跟他做敵人 不要成為他的競爭對手 太好了太好了 都有可能 哈哈哈哈